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洗髮殼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耶 又來這個公益車了 本月份 Bluber 清鳥 他本來是要買爛的 後來他回去再跟老婆討論一下 後來 晚上衝過來了 他說 他不想賣了 直接 捐給你們 當公益車 2008年的Bluber 可是他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他說 他老婆也有看影片 他說要求 這一部小事要出現 可是我在想說 他出現的點在哪裡 我可能就要想一下了 不然叫他修 叫他來換人胎 幫我記得喔 一定讓他出現 走過去也算是喔 走過去不算吧 走過去不算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點起來 我們等一下就來檢查了 不用試了 我剛剛就開回來了 我覺得還不錯 十字街頭稍微有一個聲音 我剛剛從停車場開回來了 十字街頭是哪裡 十字街頭是我們 很多人都沒有 他有一個那個街頭這樣 鎖啊 那種對鎖那個 就是十字啊這樣 哇 鎖到的 他這樣鎖的 我記得了 跑13萬而已 不多 14、5年 差不多 一年沒有到一萬 等一下我們來檢查 點起來看好了 這個是IQ版的喔 片樹香 沒有油 鋼的油 嘿嘿嘿 引擎 沒有 機油那邊是乾的 對 傳動軸 加裡面 好 沒有 披震器 看起來是沒有肉油 沒有肉油 有沒有 乾的 乾的 環繩套沒有 它有兩個 還有裡面 這一個 沒有怎樣 看起來蠻新的 有沒有 再看 再看裡面一點 方向器的環繩套 也還好 沒有怎樣嘛 沒有破掉 再看過來 披震器沒有 環繩套沒有破 有破很簡單 那油就出來了 那邊呢 那邊的傳動 沒有啊 沒破 我看看 方向器是好的 對啊 那個碟板有放過 藍燈變得還蠻厚的 輪胎看起來還蠻新的 輪胎是新的 後輪比較老 後輪比較老 對啊 KYB KYB 有沒有 這是菩薩的 菩薩的其實真的 很耐用啦 以前搞不好換三組 四組 這個看 要換嗎 好啊 我們請師傅看一下好了 來 方向盤好好的啊 其實還好耶 十幾萬這個方向盤 其實還不錯 痕跡其實沒有很 非常明顯 我跟你說 車機是車主自己裝的 可是它 它影像沒有裝 它不會裝 最厲害還有一個什麼 青鳥這個有一個通病 這個會黏黏的 它這個是好的 它自己換的 很厲害了吧 它自己換過了 它自己換的 這個它自己弄的 我一聽到我嚇傻了 這麼厲害哦 我剛開是 還不錯啦 它螢幕蠻大的 它應該可以連藍牙 它這個是導啊 我跟你講哦 這一個很容易壞掉 所以它應該是加這個背駕 哦在這裡 對 原廠的背駕 它應該是壞掉 它用這個可以放飲料 旅程數啊 13萬8千 內裝也還算乾淨 不管是避震器 尼亞綫 轉動軸 引擎腳都換了 其實這個車主真的 有在顧啦 因為一般來講 有開車的人就會自己顧車嘛 剛我開的時候 這個 它應該有行車記錄器 剛掉下來 我想說 這要嗨嗨嗨 我老爸騎 我看這台是用力嗎 冷冷 冷氣可以 冷氣啦 一定贏一半啦 不用煩惱了啦 四環而已 就是這個啦 對 這個 用力還是有聲音啦 就修理一下這個 這台有定速的 可是沒有跟車 這台是定速而已 材料我們先備嘛 到時候就來 就是直接穿起來 就開始暖了 比較快 今天要來弄輕鳥 上面看得到的線材 你看這個油很勾 給它漏乾淨一點 我先把水漏掉 它換過了 換過了就沒有漏水孔 原本漏水孔在這 會有個十字的 這個洞 對 這個現在新的都沒有了 所以新的就是要漏下水管 呃 我們水孔皮就在這 不要固定了 沒有了 好 鬆了 鬆了鬆了 拆皮帶 皮帶還要換嗎 皮帶就是要拆起來看啊 拆起來看也比較準 這條皮帶其實還蠻新的耶 嗯 因為還很厚 還是平的有沒有 那這個應該就不用換了 好啦 再來就要來拆水飯壺 這就要放下來了 要拆發電機了 這台車水路不會很多 這顆電平市有換過嗎 真的很久沒栽 很硬 喔 開了開了開了 水流出來了 鏽的其實也還可以啦 用是可以用 只是我們 還是換新的吧 原廠的 然後跟TID 共 一樣啊 一樣啊 現在是在區 要清啊 清上面的 附著的鐵片 鐵片有黑色的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黑的 這個還沒清 這個把它清掉啊 然後我們會裝新的 對 這個就不用打焦了 就直接裝上去就好 只是表面還是要清乾淨 表面不清乾淨還是會漏 就長這樣 一片一片的 對喔 新的鐵棒 還有鐵片 這個最麻煩的 就是鐵片要先透進去 我們等一下移進去之後 再把鐵片調正 然後還不能上到鐵片 我們首先要先固定一個點 鐵片就不就不會跑 這個原廠的 沒有辦法 原廠的就是 要比較麻煩 這樣兩個點它就跑不掉了 好 下面進了 進 好了 這樣我們可以測水了 那我們要把下水管先裝好 有沒有 這裡有寫0.9 那我們就打到1就可以了 1 對喔 對 那我們就可以來尋 有水的地方都要尋一次 後面兩條水管 好啦 停起來看 下面 太沙 來 看死定了啦 怎樣 又要再玩一次喔 你有沒有看到有結晶 可是現在加壓是沒有漏下來 有沒有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漏啦 所以怎麼辦 這一台拆那個要拆壓縮機 不然螺絲拆不到 還是把這一段剪掉 剪掉 該拆的還是要拆啦 跑不掉 也不用跑 那早知道這樣子 我就拆起來裝水棒譜就好啦 還比較輕鬆 這個是真的沒有人想要拆的 為什麼 要這樣 好了 該拆的還是拆啦 算了 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喔 移開了 這個是跟水棒譜連在一起 等一下拆起來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我們剛剛在搞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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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是在搞笑啊 好 就是這一片 我先把壓縮機固定回去 不要讓它一直掉著 肉呢 感覺蠻嚴重的 蠻多結晶的啊 就是那一兩 蠻多水夠的 對啊 你看這裡 這裡 這邊露出來的 這樣看就很明顯 新裝上去啊 這不用 不用打焦了 打焦 對啊 我稍微磨了一下 不然沒有那麼好看 沒有肉 我們就要把東西裝回去了 這邊水棒譜也沒有肉 下面也沒有滴水 下面也沒有滴水 這樣就搞定 打焦了 沙漠的浴缸 第二天 這裡 沒有肉 一轉之後就是這樣子 禮拜 九動五 比較多滴,滴走 調整路人,然後上面那個發電機 這邊都是乾的 沒有 其他管子也都沒有漏 我們加壓的時候都看了 有沒有看到? 我要把扣子拔掉 才能拆得到螺絲 方向盤鎖一下吧 這樣角度才不會跑 好,鎖住了 這樣才不會跑掉 好啦,起來了 就是這一隻有問題 它最主要的問題是這一隻管子 這一隻管子裡面這個尺 有間隙 這要換掉 這隻就行了 這原廠 不是原廠的 不是原廠的 有著來玩一次 你會不會跑掉 一隻 有一隻 一隻 好 那 是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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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要不要感覺一下 因為拍不出聲音了 其實這樣子 好了 很紮實吧 上次是會有Cococo 方向盤會有那個間隙的感覺 好啦接下來就是等溫度到吧 阿轉了 有沒有時間剛剛好 方轉 然後等下看溫度會不會下降 有6 有9 有6 然後等下降到91度左右就會停了 現在雷天啊 90 那就讓它再循環一次水就搞定了 好啦 這樣就搞定了 今天就到這裡了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開啦拆啦拆啦 還是要拆啦 這個不好處理的都是這些硬的管子 原本都軟的 現在都硬了 這都硬化啦 超硬 就跟血管硬化一樣有沒有 你就要拿吹工具來吹這個 吹軟才有辦法拔 不然這樣一拔就掛了 如果用那種熱風箱會不會 這個太熱了 那個塑膠會溶掉 那等一下看潔氣門髒不髒 看要不要順便清一清 這種就不用看後面了 這種前面已經這樣子了有沒有 後面一定是髒的 而且後面應該很厚 是不是很厚 你看 軟了就可以捏了 你如果要捏捏看一下 小心要快一點 對因為很燙 那我不要捏 你這 年輕人怎麼可以這樣 那我們就先來檢查 空氣心跟冷氣心吧 這個應該吹一吹就可以了 這個還算蠻新的 它這種濾芯要怎麼判斷是要需要換啊 沒有你要看濾芯的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變黑 其實Nissan的啊 這種形式的空氣心啊 大概2萬公斤 才會真的需要換 這個白色的就比較明顯 有沒有 這個水過來是這樣 就沒有救了 這一面是倒引擎裡面的 所以這一面比較不會髒 這一面是外面空氣 吸進來的第一層 唉唷 這次好輕鬆喔 我以為 這個頭斷了 結果沒有 這台車啊 拆解析門 其實是為了這顆螺絲 這顆 這顆螺絲 去拆解析門 然後這個通常都很硬 這邊也有一顆固定螺絲 你如果新的沒拆過的啊 我跟你講 這顆 很難拆 1 2 3 耶 沒拆過的 有啦 他有拆過 這樣算有拆過了 沒有 但我很大力 然後我們要拆火星塞 起來幹 因為我們已經拆到這邊了 有沒有 就要把火星塞拆起來幹 該換就 把它換掉 不然換火星塞 還要再這樣拆一次 開槍囉 鍵隙11 然後從這邊的痕跡 看起來 你就知道他用多久了 這個燒焦的痕跡有嗎 這個可能從新車到現在都沒換過 我買了一個新的 測火星塞 測火星塞鍵器 它像一個前壁 這邊 10 11 它超過11了 快到12 再11.5 所以又要叫火星塞了 所以我們先把火星塞鎖回去一下 因為怕東西掉到裡面 所以鎖起來比較安全 好啦 我們現在要來拆蓋子 蓋子很好拆了 哇 這個膠打那麼厚喔 我的天啊 這算很厚喔 沒有啊 這不用打膠的東西啊 這都膠啊 不過還好 這個很好清 你看 因為有用刷的 然後有用那個刷油的 所以會在這個轉軸的溝這邊 會在噴眼打電力四起 但是這個油可能已經變成一個刮傷了 然後還有這個聲音 但是看的部分已經清掉 清掉 我們又要來洗鳥蓋啦 還是我們不要洗啊 可以不要洗 我覺得洗這個 是我最痛苦的之後 四肢喔 什麼 我們又先拆了 每一隻狀況都很慘 拿新的給你看 你看這兩個頭 有沒有 一個已經燉掉了 突然其實它 引擎裡面很乾淨 我們用成本比較重的 清潔一下自己噴一噴 哇 還是黃黃的耶 因為你要洗過一次才會知道啊 這樣乾淨多了 耶 烤 好啦 就給它烤一下吧 好 你看這個膠條很厚 壓下去也還這麼厚 所以這個蜜蜂性一定很好 上面表面清一清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 上個車也是要小心的 再來就是 SAMPAS 噔噔 我先把上面擦一擦 因為剛剛有碰到汽油 再來我們要裝習慣 那這個原本的就留給車主了 好不好 這個就留給車主了 那這個電片我們會換新的 因為很多人都不捨得換這個電片 這新的 哦 拿舊的給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這舊的 這新的 應該一眼就看得出來了吧 便宜很多吧 可是裝在上面的時候 它一樣是凸出來 可是凸的比較少 那就比較會有漏氣的風險 這個表面就大概要清理一下 因為我們裝新的 噢 裝解氣門 是不是 啊 是 啊 啊 YES 你看 我們有始有終 試完之後去修理 修理盤還要再試 為什麼? double check 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什麼 突然跑出來的聲音 異音這樣 現在應該會更順了 再次強調一下乾爹 生法式每次都有贊助 這一次這個 就覺得方向蠻不錯 我們就沒有花了 把這個錢省下來 花我的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 開玩笑 車子是這樣 我們會的 該用的 我們都是盡量幫你處理 除非當然是超出我人力所及 我就沒辦法了 我試一下 裝護活動 都有 這個室內燈 嗶嗶 有 有嗶嗶 其實青鳥蠻好開的 它的空間 裡面的舊子的空間真的很大 車長 比TNR短 所以我覺得在都市會比較方便 比如說你看路邊停車有沒有 咻 流流比較好停的 整個車回去 你有在照顧它 前面站個幾年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不敢說10年 10年沒有保養就賣掉了 不錯 我等一下電池再量一下 油加一下就可以了 YA 公益車 有完整一台了 李小姐捐贈了 我剛剛看到以為是我們要賣的車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公益車 我們公益車越來越新了 這是2008年了 這很漂亮 你知道那個 叫廠 還在牧村豆頭摘 新的日據裡面 牠就知道這個 牧村知道 去牧羅知道 你會怕嗎 開車回去就跟牧村托在一樣 然後呢 一樣大保養完 我剛剛有瞄了一下 水棒譜啦 其實車礦應該本來就不錯 本來就不錯 對 超不少吧 十三萬百萬 一開始本來要賣 是喔 他本來要賣 結果像說反正就像沒說這麼多 他說阿爪爽你了 他回到摩托就好說爽你了 我跟你講這個是大愛的精神 工益一直延續下去 非常謝謝我們非常有愛心的 粉絲觀眾朋友們 對 那接下來呢一樣 我們就放上我們的FB 去競標 有整理的影片嘛 好不好 大家共襄盛取 阿不要怕標啦 你標越高那個錢都是 買贖罪券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那就是要發揮這個大愛的精神 好不好 這個愛心 阿怎麼講 我跟你講我們不習慣講這種話的人 你真的要咬文嚼字講這個 我真的不太會講咧 柯P不然要怎麼講 欸欸欸欸 不要我等一下說愛心無限 喜歡都標了就對了 把它標下去 我們都會把它捐出去啦好不好 而且我們也會盡量去篩選這個 工益團體啦 已經很大的那個我們就先 暫時跳過了 我們找一些沒那麼大的 真的緊急需要我們一些協助的 我們才會去捐贈 好不好 那就期待下一次的工益車 那這台車非常漂亮 買下去就對了 好啦那記得要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沒有訂閱的話 不要詛咒人家 我們要正向的影片 好啦好啦掰掰 好掰掰 這跟邰哥一樣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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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標書台歌 不然等一下我跟阿哥 經常簽名 喔還有謝謝聖帕斯齁 聖帕斯都一直也是跟著我們 對 在做工益 老闆也有講啦 雖然這個沒多少錢 每個月這樣做下 我們也做超過一年了嘛對不對 去年就捐超過一百了 因為這樣子以後 酸民嗆我 我才可以嗆他說 你捐多少啦 你是幫台灣怎麼了啦 謝謝聖帕斯乾爹 要簽名吧 我跟你講我看標多少在決定 對 搞不好人家嫌我們簽了 髒了他的車 邰哥比較紅 我們沒有自認那麼紅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低調一點 我們比較謙虛一點好不好 好下次見 下次見掰掰 掰掰